现在我们就是教你如何从转动的观点来描述物体的转动的运动 那么前面讲到的一些物理量 现在我们要引入 从这边要推导出引入另外一个 在描述物理转动行为的时候一个关键的物理量 叫做转动观量 那这也许这个同学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什么意思呢 在这边 从前面我们第三章学净利平衡的时候 就提到一点点转动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物理假如它是净利平衡 就移动也不转动 是不是 那时候就讲到 它也会造成它转动或不转动 或是转动要维持平衡的话 那就是它要有力矩 合力矩要肯定理 因为它平衡嘛 什么意思 所以可能从这边要思考一点事情 就是假如你合力矩不等于零 也就是零有力矩 就会造成它不平衡 也就是它的转动会改变 对不对 原本是不转动的 结果会有力矩 就会有转动的观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假如一个指点 它绕着固定轴 做圆周运动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这样 它再绕在这里做圆周运动 这样有问题 好那么我们假如这个指点在这个位置 离我们的烙的轴的中心 我以这一点来看 我取的中心点 当做我的参考点来看的话 假如这个指点有受外力 这是它的外力一个力 什么意思 结果这外力的作用 你看我的F是不是等于我们的MA 假如这个指点里面质量是没有变的 是不是 那么从前面的式子 我们会从前面这个式子 我这里没讲 你就会得到我的力矩 这个是前面其实我们在讲 力矩的时候知道 我们的力矩会等什么 力矩会等什么 是不是国中讲的力币乘以力嘛 对不对那什么是力币 什么是力币 是不是取跟我的力垂直的量嘛 所以意思我们数学符号 以这两个位置向量 还有F向量来相乘的话 就是取它的垂直量 是不是就是取YT 是不是就是R 这个在第三章讲力矩的时候提到过 那假如针对大小 我这力矩假如针对大小的话 是不是意思上就是我R跟F取垂直量 就是R跟F取它们之间夹角 F又等于MA嘛 取这两个方向 R跟F方向的什么垂直量 也就是它的什么值 是不是赛系的值 两个向量的夹角的赛系的赛值 对不对 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是R方向在这里 F方向在这里 要取这个力量 跟这个力币 要跟这个R要垂直的量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角度的对边 就是这个量 才是有造成它立体转动的量 好 那这个是R的大小成为FA 这个量 对我们整个这里的运动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什么方向 这边是不是我们的向心方向 那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什么方向 是不是跟运动轨迹切线的方向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切线的力量 就是等于我们M乘以A 原本是MA乘以赛系的 是不是等于MA的取的 就是MA切线的方向 是不是 那么前面又讲过 我切线方向的加速度 我们从前面讲过的线量跟脚量的关系 当它在做圆轴转动的时候 它切线方向是不是有加速度 记不记得 它向线方向加速速度 是不是Rω平方或R分之微平方 可是它切线方向 假如它是有什么 有加速度的时候 有小加速度 忽大忽小的时候 忽快忽慢的时候 那么它切线方向就会有加速度 而这切线方向加速度会等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跟它的脚加速度的关系 是不是R的什么 α 放一个礼拜以后 有些东西就忘光了 对不对 是不是各式脚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问题 所以这个把它带上去 你怎么带入这个式子 所以你就会得到我的大小 立举的大小 针对这个大小 会等于R乘以M乘以R 这个切线这个加速度 是不是带Rα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整理一下 是不是就等于MR平方乘以R化 对不对 所以这里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 我这里会怎么一个观点 是不是这个就好像立体会等于 这个乘以这个加速度 脚加速度 什么叫脚加速度 就是转动的观点 去看它的转动的快慢的变化 是不是 所以我把这个前面的MR平方 在整个随着时间转动改变的时候 假如它的R是固定 M是固定 那这个是不是就相对 是不是好像一个固定的值 去乘以它的脚加速度的变化 好 所以这里的语意会变成什么情况 这里有什么情况 这里就其实讲一点就是 好像你假如是从前面的动力学 是不是F等于MA 前面是不是我们讲流动电动力 就是这样子 好那你这个A是不是就是我们讲 以限量的观点于直角坐标系来看的时候 这个A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运动的变化快慢 就是加速度嘛 那你转动的观点这个就是加速度嘛 是不是 好 所以你这样对应的结果是不是 这是力量 这个是限量的观点去看这个物体所受力的时候变的形形 这个是不是转动的观点去看它的转动的形形 转动的时候受的变化的形形 对不对 结果你发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在两个对应 这个是不是好像是F嘛 这个是不是好像是A嘛 那这个就会强大于是我们的什么东西 M 所以你这个MR平方代表的时候 好像这个值点绕着这个定手受力矩转动改变的时候 它的惯性的物理量 专业名词叫做惯性的物理量 以同学比较容易理解就是 质量的物理量 OK 就是质量 好像我们的质量 什么意思 可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有些版本里面有些老师在讲一讲 我们比较不会去强调惯性质量这个问题 什么叫做惯性质量 一个物理在这边我做了一个外力 我问你 当我这个外力固定的时候你发现这件事情 我这个质量越大 我外力作用之下 这个物理被改变运动的情况会怎么样 越容易啊越不容易 是不是越不容易 所以一个物理在那边 它的质量越大 我受了外力作用的时候 它的惯性就越大 是不是越不容易改变吧 受力也越不能改变吧 所以我们这样的敬意 就好像它不容易改变它的运动状态 它的东西就是跟它的质量相大 它质量越大 它的惯性就越大 你要推动它 你要拉它 吃一个力要改变它的运动状态的话 就越不容易 什么意思 所以在以前我们的定义上 就等同惯性就是等同 语意就是它的质量 对不对 所以这里也是有点像含义的意思 什么意思 当你这个I 惯性就是质量越大的时候 转动的质量越大 你一个力取催它 我问你 会越容易转动 还是越不容易转动 是不是越不容易转动 有没有懂这样含义意思了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词越大 你转动状态越不容易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语意的惯性的意义 所以可以这么讲 刚刚讲的 你可以把惯性这两个字 可以等同 就是我们物理上等同就是质量 以共力学的观点来看 一个物理受力了 结果呢我力量吹它 哇这个人好惯性很大 就表示它质量很大 所以我吹的老半天 它的改变怎么样 很小 怎么 什么意思 改变很小 所以我们这个称为 转动 因为它是以转动的观点来看 所以这个I 我们称为转动贯量 那么以高中生或者以现在你们来讲 你可以就是怎么讲 以转动的观点去看它的质量就对了 这样来看 我符号表示为I 这样有问题 所以从这个式子 这个I就会等于什么 是不是MR出发 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知道怎么样 假如一个物理做转动运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观量会有以下的一些特性 首先第一个 你受到一个外力体作用 你的转动观量或者转动惯性 这个惯量越大的话 表示它脚加速度就越小 也就是我们越不容易转动改变 什么意思 越不容易转动 可以讲另外一种讲话 就是越不容易转动 好 因为假如你在算钢体的时候 很多的它的转动观量 你钢体是很多个质点 那你就把每一个每一个质点 一样质量乘以R平方 只是要怎么样 再加起来 所以你的表示的方式就 M有好多个的话 就M1R1M2R2加上点点点去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边 这里跟你讲的就是 在大学里面可能一讲的时候 它不会用这样 因为我这个钢体 通常你拿到的一个物体 通常钢体是它很连续分布的 就不是说这里一针距离才有一个M1 一段距离才有一个M2 不是就连接在一起了 我们这个叫连续分布的 那你怎么去算它的转动观量呢 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 你连续在一起把它分成很小块很小块 一小小一个 就好像看一个 那也有个点一点一点点 怎么意思 那每一点的质量就是ΔM OK 那怎么办 还是一样 每一小块ΔM再怎么样 跟R平方相乘嘛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嘛 所以我的表达方式 你的假如是钢体的话 你是不是就把ΔM再乘以一样R平方 然后再把它全部加起来嘛 OK 什么意思 只是你要去把它分很小块 要分多小块呢 越小块越好 几乎趋近0 是不是就相当于直点0 一样 那我们表达就不会这样表达了 假如是很小块 你会怎么表达 这个M叫怎么表达 是不是把这个ΔM改成什么 D 是不是很小块的 维分的方式 然后一样再乘以R平方 是不是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它G起来加起来 那我们的符号也不会用这个了 用哪一种 是不是积分 OK 好 老师这也是补充给你 以后人家要算有些像这种钢体 连续分布的时候 他告诉你 一样是MR平方的精神 可是你是用唯一积分的方式去算I 这样补充的 了解意思 高中我们不会 这里讲过 补充高中不会算这种题目 只是让你知道 好 另外一个精神 这比较重要的就是 因为你这个子是不是跟R平方有关 那会出现一个情况 你的R不一样 也就是你转的轴 你绕着中间转 还是绕着旁边转 不同的转轴 你的转动贯量就会不同 这样有没有大家懂意思 好 现在我们来实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我们来思考了解一下 转动贯量的特性是怎么样的 例如这里有一个双指点 所组成的简单的钢体 那么这个中间的杆子是 质量很小的轻杆组成的 那么现在 角它们之间的距离 为了方便计算 这杆子的距离是2 现在假如是以中间的转轴 来做转动 那么你会发现 当你以这里来转轴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 会等于多少呢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MR平方 那现在因为它有两个 所以我现在算了一个 针对这一个 这个距离是L 所以L平方 那么第二个也是一样 质量是M 然后它的距离也是L平方 所以两个加起来就乘以2 那现在假如我们的情况 是同样的这个钢体 可是现在转轴不是在中间的 不是在中间 而是在这个旁边 也就是以这个维固定轴 这样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又怎么样了呢 那么你针对这里一样 我们去带这里的转动贯量得到的事情 那你发现一件事情 你要在这带R的时候 你就可以体会到 哎 我的转轴不一样了 你的R的距离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在算这个 在转动贯量的时候 它的M乘以我的这个R 就是2L平方 那这一颗 因为刚好就在转轴上 它的R是等于0 所以只有这一颗的转动贯量 可是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它的转动贯量是多少呢 把它盛开 是不是等于4ML平方 跟上面来比较 你会发现这里的转动贯量 以这种情况 转轴是在旁边说 它转动贯量是比较大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立体 同样一个立体是它 跟它 两个一丝力要让它转动 你会发现怎么样 刚刚有讲的 你的转动贯量越大 这转动贯量越大 你再推的时候 要转动它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它是怎么样 越不容易被转动 或者它讲起来就是它的转动状态 它转动的转速不容易被改变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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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